哇塞 欸這脆皮燒肉很多塊耶 16塊的脆皮燒肉 它的皮的部分炸的還蠻酥脆的 一個便當裡面有滷蛋 就贏了吧 哇靠 欸這雞腿太大了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 大家應該已經看出來了吧 沒錯就是最近紅翻天 不管是在各大新聞還有各大平台 討論度都滿點的館長便當 而且今天要一次開箱 4個便當 真的是非常多 那第一個就是大家最熟知 一個要價220元的脆皮燒肉便當 後續也陸續推出了這個炸雞腿便當 160還有炸滷排骨便當 150跟滷肉飯 因為它沒有主食 所以就是90塊錢 那我們現在就一一來開箱吧 其實它每一種便當 配菜都是一樣的 那差別只是在於主食 滷肉飯的部分 也是長這樣子一個便當 不過中間這一塊的滷肉 會加倍 所以滷肉飯也算是 CP值滿高的一個便當吧 那第一個呢 我們肯定是要來吃它最招牌的 脆皮燒肉便當 哇塞 欸這脆皮燒肉很多塊耶 16塊的脆皮燒肉 220的話還算是可以接受啦 就是比較奢華 但是呢 因為它的肉也給的非常的多 所以也沒有到說 CP值很不划算之類的 肯定是要來先吃一下它的燒肉 這個脆皮燒肉呢 它的皮的部分炸的還蠻酥脆的 而且有厚度 然後它的肉的部分呢 算是比較偏肥一點點的 其實它的油脂感 不會到很重 因為有一些脆皮燒肉 它因為炸過嘛 比如說你一咬下去 那個油脂的味道會跑出來 嗯 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另外它脆皮的部分呢 也有附蠻多的配料 有這個洋蔥的部分 還有兩個醬子 比較白的透明的這個醬呢 聞起來應該是 厚菜醬 啊這個醬子 這就是一般我們在吃什麼 燒鴨啊燒肉的時候會有的這種醬 那我們先沾一個比較一般 我們常見的醬 吃看 加了醬之後呢 它那個油膩度 又再更降低了一點點 那它甜度算是還蠻高的 它竟然還蠻有效的 降低了油脂感 所以我推薦大家 你可以先吃一兩塊原味的燒肉 去感受一下它那個脆皮酥脆 然後搭配肉的感覺 這時候加醬呢 就可以有效的降低油脂感 很棒 那大家我們換沾沾看這個 我感覺很像是泡菜醬的東西 它有一點泰式的感覺 但又比泰式更清爽一點 酸度蠻高的 就很像是搭配了一口泡再吃下去的感覺 所以加這兩種醬 我覺得都可以讓你再多吃兩塊 接著呢我們就要來吃吃看便當的本身嘛 雖然主食很重要 但是像飯啊 或者是配菜好不好吃 其實影響也蠻多的 總共有三片香腸 三個蔬菜 一顆滷蛋 酸菜還有滷肉 其實還蠻多的 如果這樣算起來的話 女生應該是吃這個就飽了 那我們先從香腸開始吃 我覺得香腸的部分就 中規中矩 然後它切的其實還蠻薄的 比較像是在吃肉片的感覺 然後接著吃一下它的蔬菜 你看看 蔬菜的部分還蠻清爽的 然後是新鮮的 還蠻甜的 再來吃吃看它的筍子 我覺得它的筍子 比較不是我個人喜歡的那種筍子 我覺得它的味道還蠻鹹的 可能是有用醬油去做過調味 如果你單吃一口筍子的話呢 是會覺得有點太鹹的 那再來我們再吃吃看蔬菜的部分 還可以 就是沒有苦味 一般綠色蔬菜的味道 其實都還算OK 然後沒有到很差 再來吃一下它的滷蛋 最近蛋很缺我喔 一個便當裡面有滷蛋 就贏了吧 其實不算是非常非常入味的滷蛋 它算是比較清淡 表層有滷汁的那個味道 不過吃到裡面呢 比較像是水煮蛋的感覺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吃到飯的部分 一個便當好不好吃 飯超重要的 它飯的部分呢 比較偏向 粒粒分明的那種 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吃 稍微濕潤一點的飯 如果加滷汁的話呢 應該會好一些 我覺得這個飯呢 它就是要搭配滷汁吃的 有濕潤的滷汁的香氣呢 然後就搭配上粒粒分明的飯 好那吃完脆皮燒肉之後呢 我們接著就要來吃雞腿 那雞腿的部分呢 因為它的菜色其實都是一模一樣 那就是主食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直接吃雞腿 哇靠 欸這雞腿太大了吧 我真的要說我們這不是在業配 但這雞腿應該是我目前看過最大塊的雞腿 沒有看過這麼大塊的雞腿變狼 它對比在我的臉旁邊 真的很誇張耶 它比我的手要大很多耶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吃吃看 撕雞腿 直接用手 最爽 好那我們就吃囉 有可能是已經放了比較久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吃這個炸雞腿的時候呢 沒有感覺到咬下去酥脆的那個口感 稍微皮已經有點軟掉了 然後肉的部分呢其實做的還OK 然後超級大塊 再加上這麼大一個便當 160 其實好像可以耶 而且我還有在吃這塊裡面 我就覺得是蠻鮮嫩的 而且其實表面可以看到它有一層油脂 但沒有到很明顯啦 至少代表它不是一個乾柴的炸雞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它可能真的不能放很久 好那最後呢就是要來吃這個 炸乳排骨的部分了 看表面的話呢 覺得還蠻蜜汁排骨的 那表面上還蠻濕潤的 不確定等一下吃起來呢 會不會偏軟爛一點點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它真的比較像是 乳排骨 然後它就是很軟 很軟 很軟 那表面一咬下去呢 就化掉了 我先說不會難吃 只不過跟我想像中的炸乳排骨 它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期待的是吃到一個Q彈啊 又或者是酥脆的肉呢 這個就真的是不太適合你 然後這個排骨的厚度呢 大約有一公分 它已經算是比較厚的排骨了 剛剛說的有點像蜜汁排骨嘛 但其實吃下去呢 它不會有甜味 也不太有鹹味 如果是喜歡吃清淡的人呢 可能這三個裡面 這個會是最適合你的 好啦 那今天的便當開箱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那其實網路上呢 大部分的人就是在討論說 這個便當到底值不值220塊嘛 是不是在割韭菜等等 那我今天看到了這個便當的實體呢 以台北的消費來說 220塊 不算是很貴 如果你是個愛吃便當 而且愛吃肉的人呢 那其實還算是蠻夠的 尤其是這個脆皮排骨 在台北的 隨隨便便都是要破百的 那它到了16塊的情況下呢 我覺得 這個價位是合理的 當然要說裡面CP值最高的呢 我覺得是雞腿便當 因為它只要160塊 但是它的雞腿呢 真的是超級大一個 真的是非常的大 總而言之呢 我給它的評價 就是還不錯之 然後CP值是OK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也還蠻推薦大家去買來試吃看看 因為我相信呢 這個新聞弄得那麼大 應該大家都很想知道 到底220的便當 有沒有值得這個價格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 收費 妳關 sellers